哈喽,大家好 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野猫球的这个小技巧 还有野猫球的一些运动运动好处 首先我介绍一下 我是郎中博区珠海区的奔 我接触野猫球的时间大概是22年 然后始终呢,我是8个月专业训练的 我有4年是在小队里面进行训练 然后其他时间就是参加了大大小小的一些比赛 所以我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环球的一个技巧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正手发球 首先正手发球,我们有两种 一种是正手发短球 还有一个正手发高洋球 今天我要介绍的是正手发高洋球 首先正手发高洋球基本分成三步 第一步是准备动作 准备动作我们要注意的是首先是脚 脚的话,如果你是右手自拍的,左脚会靠前 右脚靠后,我们的重心放在右脚 准备动作,做完脚的准备动作之后 紧接着就是手部 手部,我们要拿着左手拿着球 球头,不要拿着球以后 只要拿着球头 然后右手是仰靠右边 放置,我们放置的是这个地方 一个小技巧 一定是球的球盖 是对等前面瓦 不能够斜队 不能够这个角度斜队 一定是大概一个挺实度的正对 平面的一个角度对的 这样持好之后,这个准备动作做完 第二步,我们要做的是转身 转身的动作 首先,请看我们示范动作 我转身完之后,脚步动作 右脚,脚尖,垫底 左脚基本上的活动 然后我们的重心 由之前第一步的右脚转到左脚 我们的重心转到左脚之后 我们的眼前方 必须要看前面 不要看地上,不要看球 必须要看往对面 你的进攻对手,你的对手 对面 然后这个时候 第三步就是击球 击球,我们右手滑滑的往前 过来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放开球 把球顺势一下 击出去 在这个击球的过程当中 这里有个小技巧 就是我们的拍子 往前挥动的时候 我们要有一个内旋的动作 这个内旋的动作 就是我们在这个位置拿的 还是正对反弯过来 在过到这个过程 前面的过程当中 你看我的手腕 是一个踢上去的内旋 一个旋转 或者什么 如果 一些球员们对这个东西 不是很理解的话 我们这里有个小技巧 就是你平时练习的时候 你可以拿着一个球方 保持你的右手 肩膀 而中立不要动 只靠你的手腕去做一个化缘的步骤 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就是你要这样子快扬 不要这样摇 不要这样摇 也不要拿着这个大臂这样摇 要必须拿点手腕 保持这个前臂不要动 只钻给你手腕 你多练习 如果你能画出一个圆 之后 然后你在第三个过程当中 你就用你的化缘的动作 请看我的一个释放 化缘的一个动作 瞬间内旋 把这个力量 以一种边打的力量 把它发挥出去 然后再来 发挥出去 发挥出去 发挥之后 我们一定有一个收拍 收拍 我们不能够 我们这样把钱 就算了 你必须要有收拍 因为我们需要从后面 到前面 画缘的过程 把这个力量整体的 迅速地发挥出去 这个球才会越高越远 好 这个小技巧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另外就是很多球友 问我就是说 把羽毛球有什么好处 首先我要讲几个 如果是你羽毛球 你能保持90分钟的运动量 在墙场地上面 不停的奔跑 不停的去运动 你的运动量是 你能够达到接近一万公里 一万米的一个运动量 所以你的运动量 是很大的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 就是如果你这么大的运动量 是运起你的跑步 是更强的 所以第二个方面 就是说对你的颈椎 首先我们平时 我们打一起 如果是说你经常对着电脑 你的头会经常保持的工作 然后如果你经常拿羽毛球 你的这个颈椎是 会经常看得起来 会对你的颈椎 会有环节作用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 另外一个 第三个就是 因为羽毛球 它会考验你的反应和动作 会 如果你经常打 对你的头脑的灵活性 还有你的手脚的 伸展性 运活性 都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所以 好处有很多 就看你怎么样去掌握这个能力 怎么样去 有兴趣去接触这个能力 好 非常感谢大家 我今天介绍的就是这么多 希望 好处有大家喜欢这项运动 为大家都会交流 谢谢 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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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